他這個人已經昇華了 他還跟自己麻糬的媽媽 睡過一床床 真的假的 因為我那個輩子追不上 你怎麼人這麼好 不是 是因為喝醉了 以為那是他哥哥 你知道嗎 一樣胖胖的頭髮長長 我就看了來 我就睡了一夜 睡了一夜 大家常常說 男女之間是不可能有純有情的 我覺得錯 那這個事情就講到了啊 女生他們都會有青山之交 青山之交就是他們的男性好友 那我們男生就不該有紅粉之急 為什麼呢 你覺得為什麼女人會認為 我們不該有紅粉之急 因為他們對男人不信任 總覺得旁邊有一個女孩子 這個男孩子就開始就是 想通想西亂想 想到不好的地方去 你知道嗎 那這是不是一種 對自己沒有信心的表現 我覺得 對某些人來講是的 對不對 對 請問你覺得呢 男人是不是應該有紅粉之急 應該要有啊 應該要有啊 那你以前的女友不會懷疑你嗎 絕對懷疑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女人要懷疑 我們這麼正大光明的想法呢 我覺得四個字來形容他們 貪婪 那是兩個字好不好 四字 還沒講完 今天呢 我們就請到三個漂亮的女生 我們來聊一聊這個問題 癥結點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男人 就不該有紅粉之急 難道我們有紅粉之急 我們就會亂來嗎 對不對 那你老婆有沒有哥們 哥們 有 誰 他跟艾莉克斯交情很好 男孩子如果說 看到你的另外一半的哥們 事項就是...的話 你們會不舒服嗎 我會喜歡上他 什麼 那意思是說 跟我老婆有一些肢體的接觸 或是什麼的 比如說親啊什麼的 拿艾莉克斯來當例子好了 我就不會覺得怎麼樣 譬如說... 譬如說Happy Birthday Merry Christmas 那種OK的 跟女的 紅門之急睡過同一個房間過 一定常常吧 對 是不是 怎麼可能常常 這樣算不算是有過 就我之前講的那個朋友 朋友的老婆約我 因為他們離婚了 他很難過 有沒有 我去安慰他 結果喝醉了 你在他家 對 我先喝醉一掛 在他家睡著了 那確實那天 我們是住在同一個房子裡面 在有同一張床嗎 沒有...是打地鋪 那還好啦 對方也是地鋪嗎 對方... 他這個人已經昇華了 他還跟自己Maji的媽媽睡過 一床床那邊 真的假的 因為我那輩子追不上 你怎麼人這麼好 不是 是因為喝醉了 以為那是他哥哥有沒有 一樣胖胖的頭髮長長 然後我就看完以後 我就睡了一夜 睡了一夜 好好笑喔 早上起來有嚇一跳嗎 早上起來...沒有 是他先... 他媽媽先起來 先嚇一跳 還是 安省 怎麼會 這麼好笑 可是通常我覺得這個 我們男孩子紅粉之急 就是說你跟你的紅粉之急 都聊些什麼 感情的事 如果有遇到什麼問題 譬如說遇到的是感情的問題 當然就是聊感情的問題 對啊 主要是聊感情的問題 是不是 也不能這麼說 你知道嗎 其實跟普通... 就是一般的... 譬如說就像我跟小康聊的話題 你可能差不了多少 你知道嗎 只是就是紅粉之急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不用在他面前太掩飾了 譬如說有時候我們講... 男孩子講話會帶一點什麼 髒話 或者是什麼的 比較...口語的那種 你就不用那個嘛 你就不用去掩飾那個 對 就照你愛講什麼... 對 上次碰到一個什麼... 可能就會這樣脫口聞出 很自然 我有一個問題啊 你們男生會覺得 跟紅粉之急講心裡的話 壓力比較小嗎 跟誰比 跟女朋友比 因為很奇怪 我有很多哥們啊 他們每次跟我聊完都說 跟你聊完真爽 然後我就說他怎麼會這樣 他說因為 如果他把這些話 告訴他的女朋友 他女朋友就會開始唠叨 然後就會一直說 你就應該怎麼樣... 你就應該怎麼樣... 但是我們不會啊 我們只會說怎麼這樣... 這樣喔 好 那現在怎麼... 我們不太會... 就是說話的方式 說話的方式會不一樣 我跟你講 其實他尋求的就是你這個答案 因為你的答案 是讓他聽得很爽的答案 可是他女朋友講出來的答案 是讓他不爽 對 所以他會喜歡跟你哈啦 是這個原因 現在我... 如果說有一些問題 你跟老婆溝通的時候 老婆會... 因為老婆已經是你的親人了 他講話會... 除了給你建議之外 還有一點責備的語氣 而且他會覺得我們是共同體的 所以你就一定要怎麼樣... 你如果不要怎麼樣... 你就會影響到我們 要不然就說 你真的很笨 早就跟你講過什麼... 你現在...你看吧 你知道嗎 這是紅話 但是紅粉之急可能就不會 對 我覺得你這樣不對 你應該這樣... 對啊... 你會覺得那個建議 是比較有建設性的 所以這樣講話 其實身為另外一半 我覺得應該要學習這一點 就是成為... 可是在共同上的時候 是要像朋友的方式 而不能說因為你是我男朋友 我是你朋友 我就該講這些話 可是這真的很難 對啊 其實... 立場學習啊 對 真的很難 真的立場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很多時候 女生需要哥們也是 因為現在女強人很多 然後有很多就是 事業做得很好的女生 然後比如說她可能今天生了 比如說我們藍鑽的經理 她的哥們會幫她清說 你怎麼這麼厲害 對 比如說她可能今天生了 比如說經理 對 業務經理 對 然後她的哥們可能就說 你真的很... 你好厲害喔 什麼... 但是她如果回家跟男友講 或跟老公講 老公可能就會 還好啊 不錯啊 好啊 好啊... 好啊 你養家 你最厲害了 或者是她就這樣 但是下次如果你們吵架 就說對 你最厲害 對啊 你最厲害的經理了 對... 我的警衛 好像... 好像會有點壓力對不對 而且我剛剛講的是真的喔 明明自己不是警衛 還要把自己講得尿 對嘛 你經理我警衛啦 對... 所以你校長我公有啦 態度的問題 對... 態度的問題 那你們相信男女之間 有存有儀嗎 有啊 相信的 請舉手 好 三對三 不相信的原因是什麼 實在講 我覺得我自己 也算是一個感情很豐富的人 所以我對那種 我覺得這種... 我覺得情愫這種東西很難講 我覺得要存有儀 一定會昇華到某一個... 一個境界 對 比方說老了 比方說年紀大了對不對 對 之類的啦 但是是我覺得我不相信 我覺得不太可能耶 因為異性相吸 就是當你跟這個人 變紅粉之極 你一定某部分是有 什麼願望是投射在他身上 比如說可能 你的男朋友對你很好 但他就是不是那種 很浪漫的人 但你有一個哥們 他可能是很浪漫的那種人 比如說你生日 他會搞很多花招啊 什麼那種 我覺得你一定是把 心裡的某部分願望 投射在那個人身上 才會有持久的關係 不然我覺得 怎麼可能有... 我一定是因為你也喜歡他的 某一個部分 只是說可能 你們兩個就是感覺沒有到 不能當情侶的那種 那為什麼男女之間沒有存有贏 我告訴你呢 我覺得啦 你一定有情愫 你只是在壓抑 對 你會想辦法轉換 對 可是你開始絕對是 男女異性相吸 對 我跟你講這是真的是... 因為你如果一對眼 你不喜歡這個人 你根本就不會 你根本不想跟他講話啊 對啊 我覺得 你幹嘛把那麼多事情 跟他講 可是我覺得 不管是任何的年紀 這已經沒有年紀的問題 我覺得所以 你跟我講的是什麼 那種剛剛講的乾妹妹那種 我覺得那都是真的是 對啊 我覺得是狗氣 好 我是有過這種 這種男女之間存有贏的經驗 那我覺得唯一的好處就是 有一個... 另外一個方面的 出發點的想法 因為男生跟女生的想法 永遠不一樣 不管任何事情嘛 對不對 那當有這個 女的朋友的時候 就有些事情 你問他的時候 會得到一些不一樣的 想法 就像我們這種聖人 在這個社會上 自己的呼吸 我會認為 自己是時候 做不一樣的 對